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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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作案手法非常粗暴 这两起盗窃案是如何被发现的 警方又是如何找到这几名男子的呢 杨女士是广源市立州区万元街道一家典档行的负责人 平时主要负责典档行物品的安全保管 每天下班前都要清点核对好当天的物品账单再离开 2024年6月11日晚上 杨女士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拉下卷帘门离开了店铺 然而就在几小时后 杨女士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 电话那头是典档行所在物业的保安急促的声音 物业保安提到的被砸了个洞的玻璃门正是典档行的大门 见此情景 保安立即联系了杨女士 并同时报了警 当时报警的内容是在万元街道一个临街商铺 被敲门 它是一个典档铺 得到消息后 杨女士和值班民警分别从不同方向迅速赶往典档行 一想到店门市被如此暴力的方式破坏的 杨女士心急如焚 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时我说实话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挺着急 因为我们底的有黄金 有客服的黄金 当时我就想的是大麻麻烦了 我心里就咚咚咚的想 杨女士忐忑不安地赶到现场 尽管有了心理预期 但她还是被现场的情况吓了一跳 与此同时 公安民警也赶到了典档行 并查看了被砸坏的玻璃门 类似于锤子的一种钝器 在对它的玻璃进行一个打砸 很显然 有人趁着夜色暴力破坏玻璃门 店里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呢 杨女士立即盘点了店内的物品 结果证实了她的担心 就70多克的那个黄金 还有就是那个一只手表 被盗典档行一共有三个房间 包括一个柜台内侧的工作间和两间办公室 经过盘点 杨女士确认 存放在工作间柜子里的一只价值40多万元的手表丢失 存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的70多克黄金丢失 究竟是什么人盗窃了这些物品的 民警立即查看了店内的监控 典档行内一共有两个监控 一个监控在典档行的大堂处 一个监控在柜台内侧 大堂处的监控拍到了嫌疑人进门的过程 典档行这个监控你看见就是在6月12日凌晨的大概两个左右的样子 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门口一周旺悠 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设计想进入这个店铺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人影在典档行门口徘徊 时间长达十多分钟 随后男子开始用盾气反复击打典档行的玻璃门 可疑男子从被砸开的玻璃破洞处钻进店内 穿过大堂后来到了柜台内侧 从柜台内侧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名男子开始在这里四处翻找 进入这个店铺里面 然后很慌张很快速地观察了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的放的东西很多 还有其他的一些百件物品 他很慌张地忘了一下 就是整个都是放在一个柜子里面的 不是一种玻璃柜 就不能够一眼吃惯地看起这个典档行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可疑男子 在这个典档行里面有一个大概几分钟的一个翻找过程 这是典档行柜台内侧的工作间 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男子在房间内的抽屉里 柜子里翻找东西 在这个房间里找了几分钟 此时他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随后男子消失在监控画面的右下角 等男子再次出现时 他似乎往左侧上衣兜里装了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 在监控这个位置的话 就看见这个男子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 往自己左边上一口 来揣东西的一个工作 据典档行的负责人杨女士确认 男子揣在兜里的应该就是丢失的那块手表 此后男子走出了这个房间 从监控画面中消失了 民警推断 他可能进入到了另一个房间行窃 盗走了70多克黄金 但这个房间没有监控 没有拍到男子行窃的过程 东西放在他这个车手里面的 那个钥匙就放到旁边 旁边 然后他就把打开 然后把那个黄金和水就拿走了 凌晨2点16分 男子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他跑向玻璃破洞 并钻了出去 离开了典档行 而且他出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他有一个手拆楼的情况 是手拆楼出去的 结合被盗物品情况 以及监控视频内容 民警梳理了案发过程 该名男子在凌晨2点12分 将典档行的玻璃大门 砸出了一个大洞 在凌晨2点13分 进入店铺偷到了一块手表 和70多个黄金后 凌晨2点16分 从玻璃破洞处离开了 这名男子离开后会去哪里呢 正当民警准备对案发现场 做进一步勘察时 他们又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在距离我们这个案发现场 大概5公里左右 在另外一个商圈市场 也有一个黄金首饰店被盗了 被盗的是同一辖区的 一家黄金首饰店 这家店铺安装了自动预警系统 当店内出现异常的时候 预警系统会自动联系店主 6月12日凌晨4点左右 店主冯女士就接到了 自家店铺预警系统打来的电话 冯女士快速起身用手机 查看了店铺内的监控视频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没出现过这种 然后就马上看了监控 就发现有人在电上 监控视频中显示 有一个黑衣男子 在用钝器用力地敲击柜台 冯女士意识到自家金店被盗了 于是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和冯女士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是一个临街的商铺 红金手市专卖店 那个门也是透明了 玻璃门 有线锁 然后门被破坏了 民警和冯女士赶到现场时 可疑男子已经离开了金店 金店现场的情形和典当行相似 玻璃大门被砸破了一个大洞 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 金店内部左右两侧 和正前方的玻璃柜台也被打破 柜台内部一片凌乱 进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柜台 还有从那个柜台 这三个柜台有一些小东西 然后这三个柜台撒毫了的 因为它在这个柜 从这个柜 这个三个柜 它一样就拉了一些小东西 所以说也不好通缉 据据的那个数量 冯女士初步核算 被砸坏的三个柜台内 约有六十多件黄金石瓶丢失 很显然这些丢失的物品 是那名可疑男子拿走的 那么这名男子是怎么进来的呢 发现也是一名年轻男子 身着黑色的外套 用盾器破坏玻璃门之后 进入店铺 再用盾器直接破坏这个玻璃柜 监控画面中显示 可疑男子进店之后 用力敲打摆放着商品的玻璃柜台 从第一个被砸开的柜台里 男子随便抓了一把里面的商品 装进一兜里 随后转身开始敲击另一个柜台 因为他当时也是处于一种 极度紧张的一个状态 然后能看见他有一些是没拿的 拿了一部分 然后就赶快又对其他的玻璃柜台进行一个破坏 就这样 男子砸破了三个玻璃柜台 取走了一些黄金石瓶 随后钻出玻璃门上的孔洞 逃离了经店 通过对监控的查看 民警注意到了另一个关键信息 我们就发现这两起案件的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这个作案的男子 他们的衣着特征是大致相同的 都是由这名穿黑色长袖外套上衣 并且戴口罩的那个男子 办案民警介绍说 由于典荡行内的监控使用的是红外线摄像头 且嫌疑男子的上衣应该是反光材质 所以嫌疑男子出现在典荡行时 上衣颜色看起来像是白色 其实是黑色的 由此看出 盗窃典荡行的男子 和偷盗金店的男子的衣着体貌特征大致相同 两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人所为 警方决定将这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连续两家店铺遭遇盗窃 两家店铺距离近 案发时间间隔短 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是一桩有预谋的连环盗窃案 那么犯罪嫌疑人去往了何处 是否还有同伙 他们是否还会继续作案呢 监控中出现另一名可疑男子 我们发现 他们是一起来了这个被刀的被案发现场 突然转弯的电动车 他们会逃向哪里 我们现场的侦察人员 我现场的民警 立即封锁了几个入口 列车即将出发 警方快速出击 你告诉民警吗 他已经进展了 破晓勤贼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两起案件的作案时间间隔很近 警方推断 犯罪嫌疑人显然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极有可能事先踩过点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被盗事件 警方组织人员加大了巡查力度 首先是通知这个辖区的派出所 加强巡逻防控 防止这伙人再继续作案 悬查期间 对犯罪嫌疑人的追查 也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我们利用我们公安的视频图像侦查平台 然后对嫌疑人进行了视频追踪 根据他的轨迹 马上就调取了店铺外面的视频监控 然后我们看了之后发现 这个外面还有另外一名男子 查看金店外面的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了一名 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可疑男子 这名男子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发现他们是一起来的 这个被盗的被案发现场 但是呢只有这个穿黑衣服 这个男子进入了店铺实施盗窃 另外一名男子在外面徘徊 据此民警推断 两名男子可能是同伙 一人负责入室行窃 一人负责望风和接应 根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行径轨迹 民警迅速沿途追踪 并调取了周边所有监控 进一步扩大了排查范围 我们现场的侦查人员 和现场的民警 立即封锁了几个路口 在大膝盖的灯段 以及我们老城片区的所有路口 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搜寻 通过对大量监控视频的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逃跑路径 清晰地呈现在办案民警的眼前 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监控里面看到他们的轨迹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东街往东边走 一直到这个熟门北路 在这个监控里面看到他们 在这个地方左拐了 左拐了往北走 连着这条大路一直到这上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 广源宾馆这个监控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 还是骑着电脑车 迅速地逃跑 民警进一步查看监控发现 这两个人在途中 见到了另外两名男子 简短交谈后 这两拨人又分开了 民警怀疑 后面出现的两名男子 应该是他们的同伙 看到他们两个人 与另外之前另外两个 他们四个人一起回头了 这四名男子会去哪里呢 民警继续查看监控 发现这四名男子 先后来到了广源火车站的 候车大厅 他们很可能要乘坐火车 逃离广源 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 进行搜寻 通过检票口工作人员的叙述 民警得知了四名男子的行踪 经过进一步调查 民警发现 四名男子乘坐的 是开往成都的 Z507次列车 这次列车 还有五分钟就要发车了 我们与列车员沟通之后 他们让我们四个侦察员 就上了乌鲁木齐 到成都的507号火车 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民警在车厢内 进行了仔细排查 当民警来到餐车时 发现了四名可疑男子 我们在一列车厢里面 发现了跟我们通报的 四个前任相近的可疑人员 这四个人中带的行李 有一个是带了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面 他开始不确认是他的 我们就临时做了大胆的推测 问了旁边的旅客 最终确认 他的塑料袋里面的东西 记得盖出来 手抱头 这个手抱头 跟他开拖了 记得盖了 人抓到了 抓到了 现场对他们进行了抓捕 从他们身上 收取到了我们两个店铺 被盗的物品 四名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经审查 他们分别是 马某 荣某 李某 张某 在他们随身的包里 口袋里 鞋袜里 民警找到了黄金首饰69件 黄金70余克 钻戒一枚 这正是典当行和金店 被盗的物品 但民警却发现 少了一样东西 对这个 他们随身携带的 这种仪式张物 进行清典之后 就发现 就是那个典当行 报警的有一枚 价值40多万的手表 没有在这些人的手上 在杨女士的报时清单上 一块价值40万元的高档手表 并没有出现在 他们几人的身上 但是民警根据时间判断 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将脏物处理的机会 那么这块手表 究竟去了哪呢 他们回答我们侦察员 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手表的价值 然后就把这个手表 就很自然地 遗落在了那个 共享单车的那个头盔 头盔里面 就遗留到现场了 就没有带走 为了防止被盗物品遗失 警方立即安排 另一组侦察员 对广原市火车站附近的 共享电动自行车 进行搜寻 周边大概有 六个左右的停放点 每一个停放点 可能存放 三十辆车左右 我们对这六个点的车 进行了全面的逐一排查 终于民警在一辆 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车框里 找到了那块被丢弃的手表 至此警方成功追回了 被盗的69件黄金手势 70余克黄金 一块手表 以及一枚钻戒 事后经鉴定 被盗的物品总价值 六十余万元 经过大量的侦察工作 警察在列车上 成功抓获了 四名犯罪嫌疑人 两家店铺 丢失的物品 也被尽数追回 那么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为何要盗窃 这两家店铺 他们是如何 分工作案的呢 经审讯民警得知 主要实施盗窃的是 李某 也就是监控画面中 身穿黑色上衣的那名男子 在店铺外进行望风的是张某 后来与李某张某会合的两名男子 是马某和荣某 这两个人主要负责事先裁点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并非本地人 属于流窜作案 马某 容某 李某 张某四人是朋友关系 都没有固定工作 2024年6月11日 他们一同来到广园 来到广园后 他们先在网上预定了一家民宿 然而在前往民宿的途中 他们发现了一家金店 便决定伺机盗窃这家金店 到了广园之后先吃了个饭 吃饭的过程之后开了个房 就开了那家民宿 然后我们导航去民宿的路上 就路过那家金店 说晚上他们俩就是 想到意思就是 晚上过来看看这家店 这家金店就是第二个被盗的店铺 天黑后 马某和容某先去查看了金店的环境 晚上八九点左右 有人说我们到家那民宿 有人说他下路买东西 让他顺便看一下那家黄金店 关门关门 要是关门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外锁 金店玻璃门的外面 只挂了一根链条锁 马某判断 店铺关门后 不会再留人职守 盗窃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因此他们决定盗窃这家金店 那么典当行 又是如何进入他们的视野的 我和容某 应该十二点左右出去了 出去之后 我们俩本来小的转的 就无意间就看到那家典当行了 就在这次踩点途中 他们发现了 同样是一层玻璃门的典当行 决定顺便先盗窃这家典当行 再盗窃金店 四人商议由李某进行盗窃 张某接应和望峰 马某和容某则在民宿等候消息 盗窃得手之后 他们会在微信里面告知这个马某 盗窃得手后 四人在民宿外会合 经过短暂商讨 他们决定用最快的方式 逃往外地进行销赃 当时他们盗窃完之后 然后他们看到成都的票 发现五点多有一趟车 选定车次后 几人通过网络购买车票 之后快速来到了火车站 登上了去往成都的列车 但没想到上车不久就被民警抓获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在四川某地 也进行过盗窃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 刘仁门教授 欢迎刘教授 刘教授 本案当中 被盗物品有黄金 钻戒和手表 我们知道黄金的价格不断浮动 钻戒和手表在市场上价值有所不同 那么最后认定被盗物品的价值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这个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我们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就是说第一明确一点 是以你盗窃作案的当时的价格来定 那当时的价格怎么定 如果司法机关认定有困难的 可以委托我们有价格这种评估资质的 尊门的将价格评估部门做出评估 那么赃物追缴之后 一般什么时候发还给被害人呢 刑法的规定是应当及时返还给被害人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 这个赃款赃物就是被害人的 实际上办案机关就可以 比方说在公安机关阶段 就可以返还了 但是对于这个如果他被告人已经挥霍掉了 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判决书中 会责令他予以退陪 那么后续的退陪情况 可能会跟他在监狱中的减刑 假释还要挂起过来 这时候的话 有可能是犯罪人的一些家属 有时候为了让他们的亲人 能够得到减刑假释 那有可能也会采取一些办法 来想办法把挥霍掉的 这样一些被害人的财产 想办法退回 刘教授 法案当中犯罪嫌疑人有连续盗窃的行为 这对于他之后的量刑 是否有影响呢 对于量刑应当是有影响的 因为连续盗窃 说明他的主观恶性是比较大的 也可以说他的原性危险性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的量刑 既要考虑客观的这样一个行为和后果 也要考虑主观的恶性和原性危险性 所以连续盗窃应当是在主观上 可以作为一个重重量性的 一个情节的予以考虑 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连续盗窃 但是每一次的数额都比较小 这个应该怎么认定呢 按照刑法规定过程盗窃罪 我们要达到数额较大的这样一个起点 但是刑法又有规定 比方说对于多次盗窃的 甚至于还有携带凶器盗窃的 还有爬窃的 还有入户盗窃的 那么这几种情况 实际上就是说 即使你没有达到这个数额较大的起点点 也是直接就可以入罪的 几名犯罪嫌疑人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实施了两起盗窃案 这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对法律的漠视 警方果断采取行动 震慑了犯罪 也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而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 本可以通过合法方式谋生 但他们却选择了歧途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教训 能让他们幡然醒悟 知法守法 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感谢收看基因说法 也感谢刘仁文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